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伯格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玩主要排位的游戏视频 然后昨天那个打排位也是够倒霉 连输30把 今天这边又开始新的一局 然后这边刚好碰到一个 武则天啊 本来我这把是想用诸葛亮 然后在最后三四秒的时候 然后就是他是五楼嘛 五楼他想用武则天 直接就把他抢 他这个武则天还有那个动画不败的皮肤 这个土豪啊 动画不败那个皮肤好像还是 还需要点券 就等于要抽两个武则天的价格 你才换得来 所以说还是土豪 和土豪站在一起打那 就是就是不一样啊 这肯定胜利的女人就偏向我们这边 然后这局 这局果然也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套路走的 这边开局 开局是那个 达摩打野 达摩开始还叫我们不要打工 然后这边已经已经抢了一孔 是吧 然后这边和那个 对方的 苏莉在这边下路 我们三个 扛着他们 路着他一个吧 他是一个肯定吃不消的 再硬的壮汉 也吃不消我们三个人为殴 打着打着他 刚才应该是死了一次啊 等待机会吧 再等待机会 然后这边余姬 就在那里不停的射塔 他也不敢冲太多 主要是他的 没有什么 远距离的攻击 然后这边 丢一个一技能 丢个二技能啊 把他控制住之后 队友在一起上 直接就把他弄死了 刚才顺便是给达摩 补了点血 然后才不会 不至于被塔射死 然后就这么一拨下来 然后我方把他的塔推了 水晶推了 下楼一塔推完之后 就去干扰他们家的野区 蔡文姬这个运行设置吧 也挺好用啊 然后出庄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 先出一个虎珠庄吧 就是虎珠庄 然后随便出一个 就是加雪 或者加那个速度的都可以啊 然后有那个虎珠庄 因为你的蔡文姬属于虎珠庄 所以这个虎珠庄之后 他会在就是等 就是你经济发育经验最低的情况下 他会给你每秒增加多少金币 增加多少金币 这样子就可以拉 把你的那个经济差距拉上去 对吧 所以说第一个出庄 可以出一个虎珠庄 这是反正是虎珠英雄 都可以出一个虎珠庄 之后然后再出一个 我就喜欢出那个疾风之靴吧 跑得快一点啊 反正现在都喜欢给虎珠 出一些跑得快的鞋子 而且那个虎珠之靴 实际上是鞋子里面最便宜的啊 除了就加速其他 没有什么特别效果 所以说他会便宜一点 然后孙悟空啊 还有好多英雄都喜欢出这个疾风之靴 还有玩那个装周啊什么的 也比较喜欢出这双鞋子吧 反正就差不多比较露一点 除了这个鞋子也还可以 然后接着就是出一个圣杯吧 出一个圣杯的感觉 因为这个蔡文姬必须 毕竟耗蓝非常快 时不时就要给队友补血 然后出一个圣杯也可以 然后接着就是出一些露装吧 比如说那么无尽不祥征兆啊 或者魔力斗伐这些 但这局还没有打到后期 还没有打到那种程度 基本就已经赢了 我们可以看现在比分 是3比3 想想这边也是挺惨的 他没有那种就是 控能的用那种 像鱼有装兜这样子的话 有弓本的话 我的技能弹就弹不起来 终于是算算是这一局没有让我遇到坑 这边就撸啊撸 这边最多刚才就是拿到一个刘邦门头 其他就没有拿到 而这局也算是王者龙耀这个 就是蔡文姬的 龙耀时刻吧 因为最近不是有什么活动 就是最起码要 反正是好像是蓝色熟练度以上的英雄 然后你当天打到M1P的话 应该是可以获得一个那个龙耀时刻的 然后会奖励一些那个钻石啊 还有迷宫碎片 然后还有推荐你跟我买皮肤 这个这就是这个坑 说不定不过如果你那个什么孙悟空 或者李白啊打的好了 说不定也能推荐一个什么 就是比较限定的那种皮肤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 像吕布 吕布那个什么天国缭乱的 挺多人喜欢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放得到啊 不过大部分都是匹配到那个就是 最便宜的那款皮肤 然后因为我这本有蔡文姬 所以说他刚才匹配的 推荐我的皮肤也就是应有的 就就就分享了 就拿了一些创始啊 切片 所以说蔡文姬的话 我现在居然 蔡文姬的那个荣耀值最高 因为打蔡文姬的几率也不高 然后胜率也就稍微高一些吧 出产几率也不低嘛 因为就是出产几率不高啊 因为毕竟这个蔡文姬被禁的几率也很大 而且如果是蔡文姬的话 队友最喜欢要 要写在对方 是不是很漏的那种状态下 像对方这个阵容还是好打一点 然后这边 而且还有我方武则天 是吧 土豪在 那个运气就这样是吧 胜利女神就偏向我们这边 偏向土豪女神啊 土豪 一下子就终于是打回去了啊 我本来是从撞二两星又掉回来了 本来这个赛季一开始就直接是从撞二开始的 打到现在已经将近 将近快一个月过去了吧 就打不上去啊 这时候就是一个农耀时刻吧 第一次啊 第一次拿到农耀时刻的时候是李白 然后接着春山香 那这个人蔡文姬 好吧 那本期就到这里了 记得欢迎大家去观众视频 观众公众号我就解决 不过那你可以去练习这个蔡文姬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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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